欢迎收看老报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 爱恨纠缠不休的电影 《黑暗阴影》 大白出身显赫 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带他出海闯荡 还经常交易他 家族才是唯一的财富 由于贸易发展迅猛 大白一下决定在海外常住 岁月如梭 大白一天天长大 他对黑魔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时常独自一人穿沿古老的咒语 而他并非一心 只用在法术上 此时一位美丽绝伦的少女 俘获了他的心 大白对少女诉说自己的爱意 可他没有想到 一个渡火中烧的女人 就在他背后默默地看着 好死不死的是 这个女人是个女巫 他诅咒少女 令其跳崖自杀 还让大白变成了心血鬼 最终可怜的大白 被封进棺材深埋地底 永世不得安宁 两百年后 少女小微来外地武功 巧合的是 她武功的地点 正是两百年前 大白家的古堡 可恶是人非 大白家早已落魄 陆心的女主人 只能看着墙上的照片 追寻往日的辉煌 而女主人的家属 也各个都是怪人 有的沉默寡言 有的沉默寡寡寡 其中一个叫小帅的熊孩子 可万一人注意 不过尽好 大家都不是什么坏人 小微过得还不错 可没过多久 当地发生了一件怪事 工程队施工时 从地底挖出了一个棺材 一只可怕的吸血鬼 钻了出来 把所有的工人都给吸干了 没错 我们的大白回来了 她饿了两百年 实在忍不住 但来到现代的大白 完全不能适应 她跌跌撞撞 凭着自己古老的记忆 向古堡走去 没想到 还真让她找到了地方 女主人听闻动静 出来查看状况 她误以为 大白是个求财的强盗 可毕竟是台词一家 大白对古堡说的暗示 都了如指掌 而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这一变相确认了 大白的身份 在得知家族落魄不堪之后 大白立刻宣布 要带领新的主人 重振家族雄风 可就在大白召开 家族会议的时候 小薇宽宽走来 大白看呆了 她认定小薇就是少女的转世 而今生 她再一次无可救药地 爱上了她 大白这边紧锣密鼓 女巫也没闲着 她将大白疯以后 不停地更换身份 最终以复复地形象是人 整个小镇的居民 对她十分尊敬 一次巧合中 女巫也得知大白复活 她立刻登门拜访 朝大白叙旧 大白十分愤怒 但是忌惮于女巫的妖术 她只好忍气顿声 可怜的大白只好 化北范为洞里 一股脑地投身于视野 还别说 一番折腾 家族财政 竟然有回暖的趋势 女巫很生气 决定捣毁 大白的争议 不让她东山再起 她先是已经见优惑大白 企图收购 大白扛住了 但女巫马上一转公式 色由大白说自己百年后 依然对她十分喜爱 大白没扛住 不过她在把女巫吃干净后 放出狠话 绝对不出卖家族荣誉 女巫被惹火了 她以小为的命 来威胁大白就范 如若不从 她就让两百年前的 调牙逐咒重现 顺便把大白 再一次送进棺材 可大白依然选择 适次抗争 于是她被安排的 明明白白 又回棺材睡觉了 处理好大白 女巫一把火 烧了她的家业 眼看一切已成定局 小帅却突然出现 她把大白从棺材里放出来 此里逃生的大白 赶紧回古堡 查看状况 却和女巫 装了个满怀 两人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在古堡里 大大出手 女巫的恨 是因为痛测心扉的爱和战友 可大白却胆言 女巫根本没有心 两人越大越烈 甚至在古堡里放弃了火 眼看大白撑不住了 小帅站了出来 这个熊孩子 竟然有同龄的能力 召唤出了家族 祖先的王林 王林只用一招 就把女巫打进了 天花板的吊灯 口都勾不出来 最后 女巫对着大白 掏出了自己的心 证明了自己的坚真和爱意后 闭眼死去 可大白突然有不祥的预感 因为小微不见了踪影 像几百年前的足周 大白追到了悬崖边上 果然让他撞见即将跳跃的小微 可他还是来晚了一步 小微重生一跃 而悬崖下 则是湍急的瀑布 大白没有多想 跟着一起跳了下去 他抱着冰死的小微 不知如何适航 可小微却祈求他吸食 自己的鲜血 只有这样 小微才会同样化作吸血鬼 陪在大白身边 大白同意了 他要助小微 线细地搏紧 随之狂风暴雨 二人终于 有情人终成眷属 大白的百年主宠 也得以解除 跨越百年 唯有爱意 无法磨灭 女巫的爱是欲望和占有 但大白却渴望自由和追求 很难凭教育者 苏是苏非 每个人对爱情有自己的定义 但得不到不代表毁灭 有时转身离去 共胜过千言万语 以上就是本期老婆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婆电影 每天都有些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好 感谢观看